美方的舍强谎言多重复一次 其人权未到似的虚伪面目就更暴露一分 面对数百万遭受种族灭绝的印第安人的亡魂 美方应当为自己犯下的罪行真诚忏悔 而不是对别人进行污蔑抹黑 面对国内近百万因疫情失去的生命 每年超过四万名的枪支暴力牺牲者 和成千上万的种族歧视受害者 美方应当深刻检讨自身的人权赤字 而不是对别国的人权指手跨脚 面对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等国 因美国发动的战争而丧生的33万平民 和沦落的2600多万难民 美方应当恳求国际社会的宽恕 而不是趾高气扬 充当什么人权教师也 我们敦促美方正视并解决自身的系统性 长期性人权问题 不要自己有病 还要给别人开药方 更不能打着人权旗号 破坏别国的人权 如果美方改掉人权教师爷的老毛病 世界的人权会更好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珍珠包、石斑、鱼菲利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我们下期订阅